那么我们可以说上两个讲完了,最后我们就强调了一点,就是说在柏拉图那个地方事实上就是说构成了一个三级世界,一个三级世界,所以三级世界就是最高的一级世界当然是理念世界,然后其次就是感觉世界,在最下面一层实际上就是被他称之为叫非存在的原始物资,是吧? 那么在柏拉图这样一个三级世界里面呢,就已经包含或者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思想,就是最底下的那个原始物资啊,他提供材料,最上面的那个理念世界呢,提供一个模型,是吧? 那么这个材料和这个模型一结合就构成了我们可见的,可感知的这个感觉世界,是吧?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?就好像是,我们打个比喻,是吧?就好像是一个木家,他头脑中的那一套,或者一个建筑师,一个设计师,他头脑中的那一套房子的蓝图,或者某一个家具的蓝图,和一大堆材料相结合 结合在一块,就构成了一个房子,一个桌子,一个椅子,一个家具,等等这样的东西,是吧?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,只不过呢,在这样的差别和我这个比喻来说,差别所在,只在哪里啊? 只在于没有这个木匠而已,是吧?但是有木匠头脑中的这样的一些蓝图,这样的一些图纸,只是没有这个木匠而已,是吧? 那么这样一套结合,但实际上我们说柏拉图本人呢,他有时候实际上也是办出了这么个木匠,是吧? 有时候他用了一个神,我们说叫德木格,是吧? 那么这个德木格呢,实际上就是一个神,就相当于一个上帝,是吧? 那么这个德木格用理念世界,把理念世界加注到原始物质之上,那么就这样就构成了感觉世界上的千千万万的事物,是吧? 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就跟那个,好像就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一个神来创世,就有点相似了,但是我们上带个同时也强调了,柏拉图的这种创世说,和后来基督教的创世说,有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,他不是凭空的,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出万事王,是吧? 那么也就是说,即使是个神,或者就是理念世界本身,他也必须要跟一个早就已经存在了的原始物质相结合,才能构成万事王,是吧? 这个原始物质,对于柏拉图来说,那也是,可以说是不生不灭的,是吧? 一开始就有了,他并没有说原始物质从哪来,是吧? 他只是,上来就有一个原始物质,就像理念一样的,理念是不生不灭的,同样,原始物质它也是不生不灭的,是吧? 从宏观意义上来说它不生不灭,当然它组成了万物,万物又消散,那当然还是一个神灭变化,但是原始物质本身,就是无头无尾,没有来由, 也不知道从哪来,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,是吧? 这样一来,我们说柏拉图这个三级世界啊,实际上就已经呼唤着,我们马上讲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形式和资料相结合而构成万事王,我们的亚里士多德之下,到了亚里士多德那形式资料,这两个概念就出来了,是吧? 当然我们说在柏拉图这个地方呢,它只是分别称之为了理念和原始物质,是吧? 但是实际上原始物质就是一大约材料,就是质量,而理念呢,就是提供了一个样本,提供了一个模本吧,是吧? 提供了一个原本吧,那就是一个形式,是吧? 就提供了一个模型嘛,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形式,是吧? 所以呢,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,然后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理念式,是吧? 那么呢,同样我们商人和最后也跟大家讲了讲了,在柏拉图这个世界里面,由于万事万物都趋向于自己的理念,理念是万事万物,每一种事物的理念都是它